你有實體製造,這個才是最根本的 因為握在自己的手上 我們不需要受別人的牽制跟限制 我們開始慢慢發展,強壯、壯大 我們一定要把自己先壯大了 我們才不會被人家卡脖子 我叫楊思斌,13年來到大陸上海 我大概在上海待了五年 然後後來從上海轉到微方大概兩年 然後後來到資伯,大概三年 一路手上來,我覺得讓我比較難忘的是 因為我們有同事 他在資伯自己不小心有受了傷 對台灣來講,在這邊總是會擔心一些東西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馬上找了我們的市台辦 很熱心、很積極 馬上就幫我們安排專科的醫生 來幫我們這些同事去做醫治啊 然後開招這些 我只是跟他們提了一下 我們有同事受傷 有沒有什麼醫生介紹我們自己去找醫生 他就完全親自自己去聯絡 幫我們聯絡聯繫 我開心裡我覺得很暖心啊 我覺得我們只是說請他幫忙做一件小事 但他們把他看著很重的一件大事去看 所以這個東西是我覺得還滿感動的 我覺得浩克山東嘛 農業很發達 那時候一直認為山東是個農業的城市 那後來呢,到了資伯之後 我就發現,欸 山東原來它是一個很有文化的地方 尤其我到資伯 資伯發現,資伯是齊國的故都嘛 那除了很多宰相啊 譬如說燕音啊 管仲這幾個很有名的宰相 那又是儒家文化的發源地 資川這邊這個浦松林的文化園區 因為浦松林對我們來講 我們從念書的時候 都是在課本裡面認識的 我們知道浦松林的人 知道了解 但是都是從課本裡面知道的 但是到了資伯才發現 原來浦松林是在資伯這邊 他是資伯這邊的人 他也住在這邊 我們繞了資伯才發現 原來資伯這邊 以前是齊國的國都 發現我走到我的歷史課本裡面了 因為我整個讀的歷史就是春秋戰國 所以我常常跟朋友說 還有跟台灣朋友說 其實你們有時間可以到資伯來看看 尤其是小朋友 因為小朋友讀歷史 你只是在書本上得到的東西 不如親自來看 我書上讀的那個東西 原來是這個樣子 一直很想要來到大陸發展 因為那時候 我們也看到大陸改革開放的樣子 然後整個的經濟發展 都是往上走的 市場真的是越來越大 只要你抓住機會 然後找到你要做的東西 我講實在話 現在的大陸 我認為遍地是黃金 但是這個黃金 你要怎麼樣去 去把它找出來 挖掘出來 真的是要靠你自己 很用心去了解它 然後去慢慢去發掘出來 其實我們公司 當初要落地的時候 去看了滿多地方 包含我們也去過了南京 然後寧波 我們大家都看了 我們最後會選擇到資伯 當然第一 因為資伯市政府這邊的招商引資 是非常好 而且很有誠意 然後再來就是 這種產業其實在北方 它是可以發展起來的 發展起來 尤其在資伯這邊 它也在做新旧動能轉換 那更需要我們這種企業 來這邊帶動一些 那個相關的周邊的產業過來 中國這邊已經是從全世界製造工廠 慢慢轉到消費的市場 你有實體製造 這個才是最根本的 因為握在自己的手上 我不需要受別人的牽制跟限制 我們一定要把自己先撞大了 我們才不會被人家搶 以我來講 我就是要把目前我自己的工作做好 然後去開發更多 可以符合現在電子產品 不管是車用啊 或是光伏這些 可以給他們更便利去使用的產品 一定是做得出來的 就是時間問題 就是時間問題 終點了 именно 然後 總之 都是 制作者